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级材料革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电磁迷踪 隐形电磁材料的隐秘力量 二 纳米魔法 纳米复合材料的奇幻世界 三 光速之刃 超硬材料的切割革命 纳魔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电磁迷踪 隐形电磁材料的隐秘力量 当然 亲爱的学生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 既神秘又充满未来感的主题 电磁迷踪 隐形电磁材料的隐秘力量 首先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比喻开始 你们还记得 哈利 波特里的隐形斗篷吗 对 就是那个让哈利 可以在霍格沃茨里自由穿行 不被发现的神奇物品 现在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用科学的方法 制造出类似的东西 那会是多么酷炫 这就是隐形电磁材料的核心概念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 能够操控电磁波的材料 使其绕过物体 从而让物体 看起来像是消失了一样 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对吧 但这是真实的科学 这些神奇的材料 被称为超材料 Metamaterials 它们并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 而是通过精密的设计和制造 赋予材料一些特殊的性质 比如说 普通的材料会反射或吸收光线 但超材料 可以让光线绕过它们 就像水流绕过石头一样 现在让我们深入一点 看看这些超材料 是如何工作的 超材料的秘密 在于它们的结构 而不是它们的成分 通过在纳米尺度上 精确地排列微小的结构单元 科学家们可以控制 电磁波的传播路径 这就像是给光线 设置了一条迷宫 让它们按照设计好的路线行进 有趣的是 这种技术 不仅仅局限于光波 它还可以应用于 其他类型的电磁波 比如微波和无线电波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让雷达波绕过飞机 那岂不是意味着 我们可以制造出真正的隐形飞机 这可不是科幻小说 而是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 当然 科学家们在这个领域 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比如说 如何在更大制度上 制造这些超材料 如何让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 保持稳定等等 但无论如何 这些研究 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未来的无限可能 最后 让我们用一个有趣的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讲座 有一次 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 展示他的隐形材料时 突然发现 他的午餐 一块三明治 也消失了 原来 他不小心把三明治 放在了隐形材料上 结果他真的变得隐形了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但也让我们看到了 科学的奇妙和乐趣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电磁迷宗和隐形电磁材料 不仅仅是科学家的玩具 它们代表了 未来科技的无限可能 谁知道呢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件 自己的隐形斗篷呢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 对这个神秘而有趣的领域 有了更多的了解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纳米魔法 纳米复合材料的奇幻世界 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今天的奇幻之旅 纳米魔法 纳米复合材料的奇幻世界 请系好安全带 因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比头发丝还要细小的世界 那里充满了科学的奇迹和魔法般的材料 首先 让我们从纳米这个词说起 纳米 听起来像是某种外星语言 但其实 它只是一个度量单位 表示十一分之一米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把一米长的面条切成十一段 每一段就是一纳米 是的 纳米世界就是这么微小 但别小看它 它可是 充满了无限可能的魔法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材料的性质会发生神奇的变化 比如 金在宏观世界里 是金光闪闪的贵金属 但在纳米尺度下 它可以变成红色 蓝色 甚至是透明的 这就像是哈利 波特的隐形斗篷一样神奇 那么 什么是纳米复合材料呢 简单来说 就是把不同的纳米材料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新的材料 这就像是我们在厨房里做菜 把不同的食材混合在一起 创造出一道美味的佳肴 纳米复合材料也是如此 通过巧妙地组合不同的纳米成分 我们可以创造出具有独特性能的新材料 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蜘蛛丝吧 蜘蛛丝的强度和韧性 让人惊叹不已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 蜘蛛丝的神奇之处 在于它的纳米结构 于是 它们开始模仿这种结构 利用纳米技术 制造出比钢铁还要坚韧的纳米复合材料 这种材料不仅轻便 还能承受巨大的压力 未来可能会被 用来制造防弹衣 建筑材料 甚至是太空电梯 再比如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自清洁玻璃 这种玻璃表面覆盖了一层纳米涂层 能够自动分解污垢和灰尘 下次你看到一扇 总是干净如新的窗户石 不要惊讶 那可能就是纳米魔法的杰作 当然 纳米复合材料的应用远不止这些 它们在医疗领域 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比如 纳米药物可以精准地靶向癌细胞 减少对健康细胞的伤害 纳米传感器 可以实施监测体内的各种生理指标 为医生提供更准确的诊断信息 总之 纳米复合材料 就像是科学界的魔法师 通过操控微观世界的奥秘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未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纳米魔法将会在更多领域 展现它的神奇力量 好了 今天的奇幻之旅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纳米复合材料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记住 科学不仅仅是枯燥的公式和实验 它也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和奇迹 让我们一起期待 纳米魔法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便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光速之刃 超硬材料的切割革命 当我们谈到光速之刃 超硬材料的切割革命 这个标题听起来 就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其实它背后蕴藏着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惊人进步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并且在过程中加入一些幽默元素 让这个严肃的主题变得更加有趣 首先 让我们从光速之刃这个词开始 光速 顾名思义 就是光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 约为每秒2199792458米 这个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甚至连超人都得甘拜下风 当我们说光速之刃 其实并不是指真的有一把刀 能以光速切割材料 而是指利用激光技术来进行超精密的切割 激光切割技术的原理 其实并不复杂 激光器产生的高能量光速 可以集中在一个极小的点上 这样的高能量密度 足以融化或气化材料 这就像是用放大镜聚焦阳光来点燃纸张 只不过激光的能量密度要高得多 这种技术可以用来切割各种超硬材料 比如金刚石 陶瓷和某些高强度合金 现在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在某个高科技实验室里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用激光切割金刚石 金刚石是地球上最硬的天然材料 传统的切割方法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于是他们决定试试激光切割 一位年轻的科学家让我们叫他小张吧 他对这个项目充满了热情 小张在实验室里忙碌了好几个月 终于成功地用激光切割了一块金刚石 当他兴奋地向他的上司展示成果时 上司却淡定地说 小张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早就有一种叫做激光的技术 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小张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起来 是啊 但我可是用光速之刃切的 这可是未来的技术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科技的进步往往是建立在前任的基础上的 激光切割技术的发展 让我们能够以更高的精度和效率 处理各种超硬材料 这在工业制造 医疗器械和电子产品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总结来说 光速之刃 超硬材料的切割革命 不仅仅是一个耸动的标题 它代表了现代科技 在材料加工领域的巨大突破 虽然我们还无法真正以光速切割材料 但激光技术的应用 已经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希望这个话题 能够激发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并且在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真的能够实现光速之刃的梦想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 感谢你们的耐心聆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从电磁迷踪的神秘力量 到内米魔法的奇幻世界 再到光速之刃的切割革命 我们今天一起经历了一场科学探险之旅 在这段旅程中 我们探索了隐形电磁材料 如何让物体消失 纳米复合材料 如何改变材料的性质 甚至创造出蜘蛛丝般强韧的材料 以及激光技术 如何以高效精密的方式 切割超硬材料 这些看似科幻的科技 实际上都是科学家们 通过不懈努力和创新精神实现的 科学的魅力 就在于它的无限可能和无穷探索 无论是让电磁波 绕开物体的隐形技术 还是在纳米尺度上 创造出奇迹的复合材料 亦或是利用激光技术 进行超精密的切割 每一项技术背后 都蕴藏着无数的智慧和努力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这些科技前沿 有什么疑问或见解吗 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提出问题 让我们一起在科学的海洋中遨游 发现更多的奇妙和乐趣 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